民主党加州联邦众议员桑解释 提出这项仇恨无荣耀法案 却将无止境的仇恨发泄在川普身上 还有更多的法案席卷而来 福斯新闻主播尚汉尼提出批评 民主党对川普的仇恨已经达到丧心病狂 众议员史卡利斯推文炮轰 学生工人小企业都不是现任政府的重点 而是更多的报复可耻 律师迪伦推文批评此举缺乏法律常识 这些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中明文规定 禁止剥夺财产和公民权利的法案 川普二媳妇赖拉呼吁美国民众 挺身而出对抗这样的取消文化 越是因为恐惧而不敢发声 就越是郑重左派下怀 下周四开始举行的2021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已经邀请川普与前国务卿蓬佩奥 前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上台演讲 为其期待面对袭来的左派大潮 政治追杀以及取消文化 川普是否会现身演讲 并提出具体的做法与计划 挺身面对一系列挑战 新唐人亚的电视将讲变异